今年的干旱是1961年以来最严重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持续的高温少雨 以前不可能这么久不下雨的 火阳湖的整体的水域面积是历史最小 大家都在等这场雨 在这个水温站随备观测 然后是每天的流量观测 水位的话水边上都有水尺 往年同期的话应该是有13米6左右 13米应该没有滩地了 所有滩地都没有 7月份按照往年是我们这个 彭牙湖这个水倍最高的时候 我们都是防汛的时候 水就推 撑撑往下推 一下子推 推得特别快 所以都是没有这个准备 它很多水域都是相当于 有一点点水啊 但是它已经不能形成这个 通寒的条件了 所以还是从祖寒道 祖寒道就很窄嘛 就相当于河的一样嘛 之前最低的应该是04年 那时候是7米11嘛 最低的 今年我们9月23号 就已经突破7米10那时间 就像这个195年有记录以来 这个是提前了 提前了可能将近四个月吧 这个最低水位的话 他们也说这个百年大汉 今年他们也是没看过 从工作这么久 都没看过今年这样的情况 我们主要是这个 搞这个流量监测量 风水区的时候 这个测流一个来回 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像现在这样空水区的话 一个来回大概只要十几分钟就测完 很像风水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水是不是会被整个把这个盖住 我们都开过去呢 现在就没有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错了 而且已经全部都干枯了 因为长期没水 这里没有水分了 这里面的草也死掉了 那个风大的时候就跟那个北方的那个沙山包是一样的 目前干旱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重的 就是我本身降水就很少 然后我又持续式的高温 然后长假又没有水 所以就导致今年浦阳湖的这个整体的面积 水域面积是历史最小 经历了这个2020年的一个超历史极值的这个汛期 然后又经历了今年2022年的一个大汉降水的这个 是感觉是最明显 汉了太久太久 大家都在等这场雨 好 Association 感觉 我 这些 ư 你 我拍摄你